有个同修的孩子一开始学佛念经 后来因为和家人闹矛盾不念经了 如果以前让他发清修的愿力 他对家人说发了 但是后来他又说他只给菩萨许了三年 另外像其他他许愿放生度人等愿力 家人以为他都跟菩萨发愿了 实际上他也没有发 像这种情况如何跟菩萨说呢 感恩师傅 什么都别说 菩萨最清楚 个人也自己背 就是因为他这种小脑筋 致使他今天退转 你去看好了 他退转之后他的结果很快就看到了 明白了 好的明白了 感恩师傅